今天来介绍他们的旅游历程 待会要好好跟大家来分享 好 那么周围第一位 这个是环游世界的小资男冯之凯 凯你好 嗨 大家好 对 还有这个我们的两位 哇 这个很难哦 这个女生要结伴旅游 回来不吵架很困难 到现在呢 还可以感情很好 一块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Ivy跟Ember 你们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对 哇 还有这个 应该是自助旅行过来人 对不对 马基你好 大家好 对 不过首先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小资男女 他们的丰功伟业 看你会觉得说 哇 怎么可能 好 我们为大家整理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 先来看男生好了 就是看八个月的时间 你玩了六大洲 39个国家 然后你花了44万的新台币 对 对 这个先请教过来人 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44万好多 但是你再看他玩六大洲 39个国家 你去帮他算一算 光是机票钱 是 你怎么办到对不对 而且因为他时间拉得很长 对 因为八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们平均大概 很多人大概出去一个月 大概可能就花不止十万块了 对 像以前我们出去玩会觉得说 一天用一万块算 对不对 使用台币 是 我不知道啦 我是妈的 像我们去哪里泰国什么 你会觉得说五天四天 就是花五万块 去日本 那个六天六万 结果你看他八个月 如果八个月实际上是几天 不会算了 数学太差 待我们来聊 好 我们再来看 Envy跟Ivy 四个月的时间 光是在美国 然后六大城市 十万块台币 是一个人十万吗 一个人十万 一个人十万这样 这也很厉害对不对吗 对 因为尤其现在 北美洲的计票非常贵 对 所以可能光是 台北到美国的 这个来回计票 可能就将近四万块钱了 对 所以你们买的是 这个价钱吧 你们没有什么跳机 或什么搭档机 没有这回事对不对 所以这个钱也是很省很省 事情要做很多计划的 对 对 所以这个计划 好重要 这个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也想要花 很节省的钱 然后玩到最多的地方 你看一个去了四个月 一个去了八个月 会觉得好不可思议 怎么办到的 哇 今天要带大家来解密 好 不过那首先 我先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看 你去八个月对不对 对 你爸妈容许你这样子 一去八个月 然后儿子不见人影吗 事实上我是出发前 一个礼拜还跟我妈讲 那还没有昏倒吗 没有 因为我之前 在学生还在工作的时候 自己在假期 就跑去附近国家东南亚 因为学生跟工作都嫁不多嘛 那只能去东南亚 那我一次就去两三个国家 这样一次跨 对 所以你以前的旅程 就是比较长的 对 所以爸妈习惯你不见人影 不习惯 因为他们觉得很危险 对啊 对啊 所以你怎么说服他 你没有说服他们 我直接就说我要走了 对 因为我自己平时 你很任性耶 平时就很爱看一些资讯 然后我自己准备很好 对 然后我觉得讲太多 他们可能也听不懂 比如说去一些其他一些特别国家 很多长辈可能不知道在哪里 对啊 有道理哦 比如说东南亚的辽国 你还要解释半天 你要从盘虎开天 历史这个中国的肯定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辽国在哪里 对啊 或是斯里兰卡 很多人不知道斯里兰卡在哪里 对啊 再特别是问来 可能很多人年听都没听过 对啊 问来 所以你的选择就是不要麻烦了 对啊 就是 你就告诉他们说我会安全回来 对 我会安全回来 就这样OK 对不对 男生才行 对不对 你们要先跟爸妈讲的吧 要 要很早以前 很早讲 对啊 你看看学学人家 孝顺的孩子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一点 男女生会有一点的差异 对 对不对 因为一般来讲 都会比较担心女孩子的安全 尤其例如说像女生 例如说我要去印度 哇塞 现在大家可能大家就 吓死了 对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 就是像这样子 长时间的自助旅行的话 还是要先让父母亲 早点知道 而且我会建议说 你会给他们一个保证 就是说你在当地的时候 会尽量找时间跟他们联络 尤其像现在网路很方便 可以用Skype 或是这样子的一些网路通讯 让他们可以知道说 你在国外的状况 其实是很安全的 对 那我想像父亲 看你在国外打电话回家吗 没有耶 你看啊 因为打电话很贵啊 打电话很贵啊 对啊 我是每天有更新 在Facebook上的动态啦 所以你爸妈还要自己上Facebook 因为我爸妈不会网路 可是我朋友会帮我看我的状态 在跟我妈联络 哦 这样 所以好朋友很重要 对 就是出发前 我会先准备一些紧紧联络的人 都有一些交代好事项了 比如说我去哪里 什么时间去什么去哪里 住哪些地方 我那时候都先备份给他们了 对 紧紧联络 然后我跟我妈说 你有找一个会经常联络的人 只是他们不是爸妈 对 因为他们可能看得懂 我去哪些地方是干什么 然后我妈有次就打给他 对 我觉得这样沟通比较 比较顺畅一点 对 对 那那个Ivy & Ben 你刚刚讲说很早以前就讲 你们大概多早以前提前讲 大概一年 一年之前就开始慢慢规划吗 我们刚看数字 你们是去了四个月 但都在美国 对 然后在美国的六大城市 然后你们去四个月 那这四个月时间你们也是提前规划 提前一年就开始规划了吗 因为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去打工 我们一开始是先去打工 所以我们先去迈阿密 大概打工了三个多月 然后后面才玩 对 那所以因为去打工这件事情 所以一年前其实就开始有准备 然后爸妈开始就会知道我们的行程 然后我们在 因为我们机票已经先买好了 然后再买完 然后到规划行程 其实就是整个 就是已经写好一个计划 然后是整本给爸妈就说 我们几月几号会到哪里 然后什么什么的 就是都是交代清楚 所以说给我们一个起事 又生小孩要生女儿 对不对 我也掉了 这男生就跑了好回来捡到 不过呢 其实我们这个Kite非常厉害 他八个月也不是这个 随便去的 人家做很多的计划 看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来看看 我们这个十一住行都很省 六大洲 我们刚刚帮你算了一下 如果说光是机票 可能这个44万都一下就花光光 你怎么省的啊 第一个 举行最大的金额就是交通 对 交通 因为我平常就喜欢注意连接航空 除了东南亚的连接航空 亚洲航空 输入航空之外 对 北美跟南美跟欧洲的 连接航空 我都很熟 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注意这些 所以你即使没有出去玩 你也会随时注意他们的讯息 我平常喜欢点那个 什么城市到什么城市多少钱 平常也 像我昨天晚上就在点某个城市到某城多少钱 然后因为每个城市每个城市的 行情价跟所谓便宜 所谓昂贵的票 我大概知道有论举 所以 我这次去39国家是指大概39国家 可是每个城市跟城市之间的电点交通 那所以换成交通线大概有一百多段 一百多段 对你有准备一个整理出来的这个手板 带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是这个第三章对不对 对 看一下这个在行的部分 我们的这个开发 用大家整理出来一百组的最佳路线 这个最佳路线指的是又便宜又快 这一百组其实是飞机跟火 飞机跟路面的火车跟巴士 还有海面上的船 那飞机车占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那飞机其实很多排列组 比如说这个城市到这个城市 有三家航空公司在飞行 那你要怎么找出什么时间 什么的飞行时间对你是最有利的 对 然后每天算排列组了 还有当下个城市移动的时候 你要坐巴士还是坐火车 对 还是坐当地的 跟人家搭配搭车过去 大家算时间 比如说要花很多金钱 可是代价是很快时间到达 对那你会怎么选 我要选那个比较花多钱 然后比较快还是 当然就是以金格少为主 那因为我的优势就是时间多 然后应该是不怕累 我就不敢这样 不怕累就是搭夜车就搭夜车 或是搭一整天我也可以搭一整天 对 可是通常如果要搭一整天的车 我会选择晚上 因为可以省出租 干扯睡觉 对那我因为白天的金款 我想出去看 所以我通常很少白天在搭车 几乎是晚上的搭车 对可是我好好奇 你去了八个月的时间 那这八个月你不可能说 像我们一般出国就是我行钱 通通规划好吗 对 那你是边走边规划 接下来的交通路线 对 这差不多39个国家 其实换乱城市 差不多有将近100个城市 那差不多我在 你会在前几个城市的时候 规划下几个城市这样吗 没有因为我机票差不多 我出发前三个月就全部订好 大概就订好 因为它促销就在面前很 你不买 你到时候要很大的代价 去达成你去那目的地 所以机票已经买好 对所以我就要好好好行程 到了那个国家之后的一些 其他的交通 在当地在想 对 那因为我平时就很喜欢看这些资讯 跟他们当时事新闻 所以每个城市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之前就知道 那我去那边稍微再看一下 影坟面学一些资讯 就很熟了 大概知道怎么走 对 对 这样就挺熟的 马基他这样的一个方式蛮好 他平常这就是他的信息 对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 做功课的事情 对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提供 这么多资讯 就是说 因为希望大家就是养成 平时就在收集这些 省钱资讯的习惯 因为像 包括像一些廉价航空的 这些特徽的一些促销 它可能一年只有一次或两次 是真正便宜的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就要 就要事先先去去做一些功课 去讨论一下 对 对 然后像像 我觉得他很好的例子就是 真的是我们的乖宝宝 就是 他会事先先去研究好这些路线 对 然后知道说要去找哪一方面的资讯 因为像 的确像 例如说以欧洲来讲 他们 例如说像 冬天的时候 会有那种所谓的 shopping特价票 像他们火车就会有这种 就是非常便宜 你好早好早可以很便宜 对 早早票 或是last minute 或者是像他们所谓 就是你要买很早 要买最后一秒钟去买 对 或者是说 阴影季节的一些特价票 那这些资讯 可能不见得是中文有 但是 你到当地的一些旅游资讯 中心也会可以得到这些 最新的资讯 那像 Ivy跟Ember 你们的机票 因为你们就是去一趟 跟回来一趟 你们在美国当地的时候 有去做他们 国内的航空吗 没有 也有 有 那那个票有特别去挑便宜的吗 他说我们都是先在台湾先买好 对 对 所以你们这个比较省的部分 应该是在当地的食衣住行了 对不对 在机票的部分 没有花到太多钱 对不对 对 那看 你在这跟我们看一下 这个吃好像你也非常省 对不对 你这个吃我看就是不得了了 这个路边摊 有时候在国外不敢吃路边摊 Ember 你们在美国还好 对不对 有一些那种 感觉你会觉得它落后国家 你会不会不敢吃他们的东西 你都很勇敢的吃 也不是很勇敢 先看 因为这个还蛮挑食的 嗯 我会先看好不好吃 然后先看 看怎么知道好不好吃 看很多人有没有在排队啊 哦 对啊 然后问当地人 他们说好吃吗 然后问他 因为有些 有些是肉状的形状 我不知道是猪肉 牛肉 羊肉 我会问他是什么肉 嗯 搞不好有些是 肉的形状 对 他们在吃肉 可是我看不知道是什么 是牛肉 猪肉 羊肉 我会很好奇 他会告诉你你兔子肉 有可能 对啊 像蜜蜜 他们喜欢吃那个甜薯 要是我不知道 吃到那个肉 对 对 他说是吃老鼠肉 就是你只知道吃到老鼠汤 才发现他是一只甜薯这样 我知道那老鼠肉 我就不点了 对 因为他们喜欢吃那个老鼠肉 对 那你有一个这个 带我们来看看你的省钱 像那种路边摊 真的非常便宜吗 我们看一下大概的价钱 在我看最便宜的是 大概两块钱欧元 有一块钱美金就吃得到啊 对 因为中南美洲的物价 是比较偏地的 那他们有些 应该说他们传统 一般民众吃的食物 本来就很低 那就看你接不接受 你要吃他们的 那我自己有时候 会想尝试吃他们 对 的确是吃当地的食物的 那个价钱的确会比你 比较低的 对 餐厅好很多 举例来讲像你泰国来说 好了 你如果是在路边摊子吃一碗 就是有鸡腿的面 或是饭的话 大概台币才30块左右 对 三十三十五块而已 对 所以然后甚至像我在梦买的时候 路边他们那个干 现炸的甘蔗汁 一杯才两块钱Ruby 大概台币才一块四吧 一块钱可以喝一杯饮料 对 所以其实 真的其实有时候真的会 吃一些当地人吃的食物 是会比较省钱的 对 所以这是你的原则 我在埃及 在local吃他们的东西 我在埃及每天出门跟回家 都喝一杯甘蔗汁 台币四块钱 台币四块钱 还是现炸甘蔗汁 对啊 很便宜耶 但好喝吗 好喝啊 我就一次喝两杯 一次喝两杯 因为一杯四块钱 对 那提到这个吃 那埃及安倍 你们在美国呢 每天吃大餐 不可能吧 你们才十万块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 就是一天吃一餐好的 一天吃一餐好的 会挑就是当地 就是最有名的 或是必吃的食品 然后我们一整天 就是为了等这一餐 对 然后可能就饿肚子 就是再饿 不行不行 你要忍住 我也为了吃完 上个吃到包 对 可是我看到你们 有一个这个食哦 是吃品课四罐 这怎么一回事 你每天都吃洋芋片吗 你很瘦啊 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洋芋片 然后在美国啊 品课就是非常便宜 然后我们就会 我就买出来存着放 对 像在品课的话 四罐才五块美金而已 那像我们去 因为我们都喜欢去游乐园 那我们去迪士尼的话 我们就会带零食进去 对 然后就是在排队的时候 你们很贵 对 然后就吃品课哦 就排队很无聊 你的品课四罐是吃四天吗 没有 就不同口味可以轮着吃 所以你的意思 品课四罐是取代正餐吗 品课四罐是 他们的特别促销优惠 哦 所以就买便宜的东西 对对对 哦 哈根德斯三桶 才十块钱美金 这个很便宜 对 所以就是平常下班后就吃这个 就吃这个 看电视就吃 太便宜了 然后其他你们省钱的部分哦 像这个穿衣服 你就去买OLED 对 然后住的这个标房间 是什么意思啊 嗯 嗯 在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Price Line 嗯 对 它比较特别的是 你可以自己定一个价格 然后选好区域跟星级之后 就说嗯 我想要一个晚上20块美金 然后看有没有旅馆愿意接受这个价格 嗯 对 然后就我们就真的标到一间晚上20块美金的 然后我们那是四人房 然后我们就六个女生挤进去住 嗯 所以平均住下来花三天 三个晚上一个人才7块美金 很便宜 很便宜耶 对 所以这样挺不错的 那其他的部分的省钱呢 Ember带我们看一下 对 就是坐车的部分 嗯 然后我们是就是华人计程车 其实在纽约 嗯 因为其实纽约很多就是他们当地 大家都知道纽约计程车 其实还蛮有名的 对 那其实很多亚洲人 那为什么特别要挑华人 亚洲人在那边会有开车行 嗯 那他其实就是因为他 第一个好处是他就跟你讲中文 嗯 所以你很容易跟他沟通 就是价钱跟地点 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个司机 他就是人非常好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一直跟他聊天 整路上都在跟他聊天 所以就不收紧了 然后他后来就是少收我们钱 然后因为后来我们有跟他说 就我们可能会写部落格 或者是什么 然后就可能会帮他促销 然后叫他留下资料 然后就是有人要去我们都会介绍他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出书这个讯息之后 他就是只要有我们书就是去纽约 因为坐进行车可以折五块 哈哈哈 很可爱对不对 另外这个地铁跟巴士 也都有一些优惠 对 那地铁的话就是因为他 其实像纽约地铁 他一般是买七天票 对 可是其实你只要去到四天以上 嗯 你用他的day pass就是划算的 嗯 对 因为他是扣钱 那他一天其实他有一个额度 所以他其实我们算过 只要四天以上 他买他的七天day pass就划算了 你不用买单日单日的 哦 那像玩的部分哦 这个出国玩你什么票这些 对 也可以省钱啊 对 因为我们很喜欢 看歌剧或者是看什么音乐剧 对 因为我们很喜欢去游乐园 嗯 跟就是觉得就是如果去到美国 一定会看百老汇 嗯 然后我们就是有找到那个 游乐园便宜的票 嗯 那他其实是找当地学生 像LA的话就是找UCLA 嗯 他们学生买票 对 他们学生票就是会便宜蛮多 就可以便宜大概20块 哦你跟学生 他用他学生身份去买票 然后你再跟他买 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哦OK 然后像百老汇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去现场排 或是去排他们那边有那个折扣票厅 是 那其实折扣票厅要排很久的时间 嗯 然后他才可以就是买 可能买到便宜的票 对 对 那他其实 这样其实省起来都省蛮多的 对对 一张票如果可以可以省到50块钱美金的话 1500这样省很多 1500可以吃饭了 对对 而且还可以就吃一顿好的 做到蛮好的位置 就是刚刚那次吃的位置 对对 好的了 对不过呢 其实我们刚看到实际住行怎么省哦 那么你一个人哦 或者是两个人要出去玩玩这么久的时间 你要带些什么东西在你的背包里 有没有哪一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带你快来看看 好我们看到现场哦 哇这男生女生带东西真的大不枪头 我们先来问一下看哦 你就是这一包吗 对 你给我们看一下 你这个就是标准背包客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一包 所以你到哪里 你8个月 45加10的容量 8个月就是这一包啊 对 好神奇 那你衣服戴了几套 身上一套跟背包一套 所以算是两套 就两套 人流穿 每天就人流人流人流 对 好神奇 那如果下雨天淋湿了呢 怎么办 基本上我的外套是有防泼水的 它是不会淋湿的 还有就是我有带雨衣 带雨衣 对 不是啊 可是你8个月 你看春夏秋冬 你冷的时候跟热的时候 应该穿不一样的 我背包有分四大类 就是第一个是衣服类 跟裤子类 还有药品类 另外一包是属于电器类 充电货是电脑类 所以就是四包这样子 对那我在选裤子的时候 要选轻的防泼水材质 所以像泥浓塑胶的那种材质 一长一短裤 短裤是在旅馆穿的 那长裤就是去外面 出去的时候 所以你都戴到最精简 然后衣服也两次 衣服也是一长一短 那搭配一长一短 是为了搭配洋通制穿法 因为有时候去很冷的地方 不可能带毛衣 那你就多层式穿法 就可以不要包揽 那如果去很热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长袖脱胶变短袖 那这个药品 药品可能重要对吗 对 药品 因为这个是真正的 蛮重要的 我们东方世界的药量 剂量跟西方世界的剂量 剂量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中南美洲 是写西班牙文 你买到药你也看不懂 真的 你真的吃过吗 你会最重要的药是哪一种药 我看你带了优点 带了普拿疼 紫蟹药会常吃 因为有时候吃到不干净的东西 紫蟹药 就吃了几天紫蟹药 真的 然后再有点是有时候 动作太大或擦伤 或是沉油或是流血 所以用优点 还有OK棒把它切起来 是 马基 他刚刚讲说这个国外的药 跟我们国内的药不太一样 对 事实上就是说 即使是同样的成分 在国外 他们的那个剂量 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不同的体质 因为他们比较体型大是这样的 也不一定 有时候就跟当地环境来讲 有差 像我在欧洲的时候生病的时候 就后来我们医生开的药 那个药的剂量 是我们台湾的一半而已 所以吃了也没用 对 因为我们已经身体很习惯 那你会建议大家 如果说我一定要带必备药品的话 我哪些药必备 是一个止痛药 尤其像女生也是一样 因为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些 像生理期的问题 止痛药 还有呢 他刚讲很重要 吃了好几包止蟹药 对 就是止蟹跟肠胃药 因为难免会有一些 就是饮食上面不习惯的地方 那感冒药要不要带 感冒药也是基本的 感冒药 那胃药 胃药还好 其实还好 胃药倒还好 对 可是 除非你当然有 本身有胃肠胃的一些方面疾病 对 那它再来就是像 我觉得它的很重要 就OK膀跟这个优点 或是酒精棉片 酒精棉片 对 酒精棉片 消毒药 即食消毒 对 消毒药 尤其是在国外有时候 很怕一些细菌感染的部分 一片片药 又很轻 然后用完又丢了 所以你出国就真的这样一小包就够了 这个必备药品就这样一包 很好 对 你看男生多么经典 我们来看女生 LiLiCoco的一桌 对 这个 这个应该最重要对不对 来 这个 Avi讲一下 这个就是随身的 你把钱放在 就是比较大钱 因为我们出国一定会带很多钱 可是 有些钱的话 就不一定会用到 你一直放在皮夹一直开 很容易被特别强 这样子穿在里面 然后藏在裤子里 藏在裤子里 对 要藏在裤子里面 所以就是穿在内裤的外面这样 对 就是中间的地方 然后把外面衣服再把它盖出来 对 那你里面装很多吗 这样人家会觉得你怀孕 五星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其实然后怀孕也没关系 人家还会这样做对不对 也不错 所以马基 你说像这种东西 有一个这个美感 就是你东西也不能装太多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说 你不要把太常会用到的部分 放在这种内袋里面 因为这个钱其实是 这个应该是装一些 所谓的U比的钱 就是说 如果真的你身上的钱用完了 或者说真的 以备不时时虚 对 医师之类的 因为这种内袋是放在裤子里面的 那我就看过有那种大陆人 你知道他们把所有的钱 都放在那内袋里 然后要吃饭要付钱 就裤子拉出来这样子 不太好看 真的不太好看 你们有买纪念品吧 我买惨了 买惨了 后面应该还有一箱 我们都是拖两个行李箱在走的 这只是一脚而已 真的 所以其实那是因为 你们都在投资国家 对 反正最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回台湾 他还要到下一个地方 就是连这种东西都带出门 因为我们机票组产 有一项是行李的重量 对 你的行李重量越多 你的费用就越高 对 那我没有拖音 我就很可以上去 对 你好像也都是只带一个登机箱 对 我都是一个登机箱 因为当然啦 因为女生有时候不见得 用那个背包颗会比较 就是背包形式比较好 对 但是登机箱的话是说好舒适 因为它硬颗子可以保护的 所以 所以如果有 有带一些纪念品的话 最重要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些 在现场的话 这些男生女生真的不太一样 而且呢 你去的国家几个 跟你去的时间多强 其实带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所以呢 哇 今天很高兴 大家带的这些东西来 给大家建议 那么更多的 这个他们的旅游行程 带来了什么样的回忆呢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IQ Fantastic Canary Toyota领导绿能科技 首创IQ电动车 随租斜环 智慧低碳 放电日月潭 现在就该这样玩 优雅依人 珍惜只属于您的美 T Tony 瑞士梅花表 快三十岁的柯淑娟 想上网拍卖她开了十年的老车 她先网购了相机 车子很快就高价卖出 我买了我的车 太轻松了 因为这张卡 她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富邦数位生活卡 心户满额送电视喔 富贵要人帮 刷卡刷富邦 T Tony 瑞士梅花表 黄老师 命理在行 那五月的报税 也可以指点指点吗 那当然 利用自然燃火金融凭证 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网站 就可以查询所得及七项 扣除了资料 并完成报税手续 那假税呢 多元管道一次搞定 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五月聪明报税 整年开运顺遂 君教人员 今年要记得申报喔 五月号滑流 封面人物秋泽 热爱赛车的美食 萌萌南 成功诠释秦子棋 魅力风靡全台 荧光幕后的秋泽 五月号滑流 独家呈现 7-11及各大书局 县政热卖中 特别送您老行家 顶级珍珠粉面膜 88路线进展 本车开往海域大道 第二杯半价 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民居住开盘 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变速 三粒财经台 财富的起点 就在三粒财经台 索叮叮叮每天发发 黑尾鱼七哥 在台湾东部海域出生 此部数百公斤 是天生潜涌健将 热情浪漫 活力十足 樱花美眉 只栖息在日本及 台湾东港海域 是一群散发粉红光的 清秀佳人 三到四公分 却是大名鼎鼎的国宝虾 当黑尾鱼遇上樱花虾 这是珍贵的县里 大海的饗宴 在屏东激荡出珍奇的火花 夏季樱花恋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这一个段落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大家出去玩 当然带回来很多回忆 特别是看 你什么纪念品都没带 想必带了很多的回忆 我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让大家觉得说 哇 这一趟旅程 真的没有白去 对不对 让大家觉得真的是 出发旅行 然后回忆 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Kai 准备的一些照片 这个很特别 我们先来看 这个Kai第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很多的 这应该是在 你住的地方 一些室友们 霍罗斯圣彼得堡的室友 然后这个照片 他的故事是 其实我在圣彼得堡的 那个床上摔下来 然后我这边有流血 然后去圣彼得堡的国立医院 去逢手术 你从床上摔下来 你从床上摔下来 对 因为上面的床 它没有扶手 当初我就不想睡上面 可是都睡满了 只好睡上面 所以你是晚上睡到整个都 没有没有 那时候我准备清醒 要下来的时候可能 忘了方向 然后就摔下来 然后摔到柜子一边 然后就流很多血 所以你现在其实你的这个 右边这边还是 对 有伤口 还有疤 对 那时候流 差不多四五公分的伤口 然后是左边 第二个物资别克的人 他马上冲去外面 去买那些急药品 对 可是他懂英文 他英文会说不到三句话 他大概笔手画脚 我大概懂意思 然后后来是有中间 一个中间白色衣服的 那个来自巴伊的女生 他带我去医院 对 那我刚刚说过 我们先第一个先去 盛比特导国立医院 对 那那个大夫是 完全不会讲英文 因为是在俄罗斯 对 然后可是我们知道 一个资讯师是说 外国人如果在俄罗斯 看医院 一定要有当地的保险 那我们外国人去俄罗斯 怎么会买当地的保险 就买全球的保险 所以他不能帮我们医疗 根本不会说开保险证 所以你的伤口 就是已经裂到 必须要缝针的状态 对 要缝针 然后后来紧急 就转换当地的美国私人医院 然后就去缝合 然后医生就会讲英文 然后设备比较好 然后我们就发现去那缝 那时候早上出事 早上中午就缝好 然后医生说就休息 你要出去也可以 那我中午又跑出去玩了 不痛是不是 对 不痛 所以我中午又跑去下工玩了 真的 可是带沙布 所以其实就是在国外 就是大家都要互相帮助 你就临时出了这种意外的时候 是 是 是 而且我会建议就是 出国前最好还是买一个 旅行平安保险 那这个保险是 最好是要包括意外险 像它这种所谓意外伤害险 对 还有医疗险的部分 包括疾病 就是说你可能是 因为得到疾病而 就像我们出国在机场 他可能会 就是刚好就买的那种 因为其实它价钱真的不高 我有买 有买 那这有给付吗 有 有给付 对 回来的时候他就可以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在国外其实 像我们没有当地保险的话 那个医疗费都非常贵 很贵 你花了多少钱 至少2万块 2万块 2万块台币 然后你有保险 所以都可以给付 那你花的保险面值得 对不对 对 所以真的很值得 就是说我会建议说 尤其是这样这种 长时间的旅行 还是买一个保险 比较新安 再来就是说 你在出发之前 可以先记一下 就是我们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 是不是护照后面都会写 不一定 你要最好上外交部的网站去查 好 住当地的办事处的一个电话 跟他们都会有那个警机 24小时警机联络电话 对 那至少你打电话过去 你会有一个能够帮助你 语言上面沟通的人 他至少可以跟你讲座位 对 甚至于说你身上的钱不够 他可以去做一个这个 所谓借你先借你金钱去支付 这样子一个动作 所以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backup 如果万一你只是一个人出国 对 运气没有那么好 那么好的室友的话 你至少还可以请我们当 对 不会一个人在那边 孤立无援 对不对 是 不过这个看你实在太炫荣 我们来看看在国外 这个八个月真的没白去 这是很特别 这是在潜水 这是在南美洲的复活岛 复活岛在南美洲一个小岛 对 这是复活岛 最出名的就是这一种 那大家都知道 陆地上有很多模样巨石巷 可是海面巷也有很多可看的 所以你连海面巷都去看了 对 我连海面巷都去看了 对 这样子潜水下去要花不少钱吧 它比一般的潜水代价还要贵 这潜一次要60块美金 所以你省了那么多 但是完全不能省 因为我爱潜水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下去 然后拍照 拍这个也20块美金 对 两位女生如果是这样 你们会想要试试看吗 会 会想去 也会想试试看 这都已经到那里了 对不对 一定要试试看的 60块美金也OK OK 可以 我前两次 你前两次 真的是很疯狂 那除了这个好玩的之外 这个开的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旅程 真的非常精彩 你感觉很像 快要变成历史人物了 我们来看这台照片 这很可怕 这个是以巴冲突的时候 你看他们真的是 应该有鸽枪实弹 就是去年11月的时候 那时候巴斯坦 跟以色列冲突 那巴斯坦每天 巴斯火箭对夹射走廊 然后其中两发快射到首都那边 首都郊外 那所以你刚好就在那里 那时候在隔壁约旦 然后约旦的 有巴斯坦跟阿拉伯人 然后他们每天就是抗议 就是抗议骂那个犹太人 然后就是集会很严重 然后军人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你们一出门 在街上就是这个样子 对 你不是特地跑到现场去看 没有 一出门那样子 然后我隔天就要进以色列 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进 因为以色列已经招了 后备军人3万跟坦克到边界了 好可怕喔 然后后问当地人跟住老板 他们说很安全 没关系的 真的 那这又是另外一次 然后后来隔一个月马上到埃及 又很随 遇到那个 人民当顾满总统 每天抗议 那时候在抗议 然后广场每天是照三餐抗议 还烧国旗 可是多边很多摊贩 什么卖香肠 卖一些小吃的 所以等于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市集 我每天就是逛抗议现场 对 对 很特别 不过呢还是有一些正常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也不是太正常 你干嘛要亲人面食神 因为这是埃及人 人面食神像 大家很喜欢照这种照片 对 其实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站在那边 每个人都亲过他 然后开始做借位的这种 很多 所以其实金日堂 你真的去很多地方 对 这是请路人家帮我拍 而且请路人是请 他会使用单眼 知道构图的方位 然后请他帮我拍 你请路人拍风险很高 所以你要检查 对不对 而且因为很多人 他随便拍的 我是请西方人 他带单眼 看他拍的还不错 我会拍的我都给他 对 因为像曾经我们在国外 就有那个经验 就是你交给人家 有那种外国人很热心 他会主动过来说 要不要我帮你拍 对不对 但是拍完那个照片 你都 谢谢你了 也不能用 对就拍的很糟糕的 所以一个人旅行 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到了现场 你会不会去赶快找一个办 像你住那种青年的 会啊会啊 就很快就认识了 对 所以就可以结伴去玩 像埃及那个抗议 我们有六个人 每天去那个广场那边 逛一逛这东西 所以六个人一块 结伴去 这样比较安全 对 对所以还不错 不过呢我们来看看 女生的照片 就比较不一样了 你看多么温馨的照片 对来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Ivy那时候 你还是长头发 对对对 那你在发东西给这个 这算是街友 街友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要去美国 纽约住宿的话比较高 对 屋价比较高嘛 然后我们就找一间民宿 然后就是很喜欢 就是很欧风的感觉 就很棒 但是它价格很高 然后我就问她说 可不可以算我们便宜一点啊 对 因为那个屋主的老婆也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也是台湾来的 打工很辛苦这一类的 他就说那你帮我们工作的话 我就给你优惠 然后他就说 你就帮我发 发食物给街友 然后一开始想说 发食物给街友 会不会是你知道 拿过去然后流浪还冲上来 很担心一下 就后来发现其实不会 他们就是很 很平和 就是慢慢的排队 然后拿来跟你说谢谢这样子 他们是发什么样的食物啊 这个它有分三个 一个是生菜沙拉 然后他自己做一个布朗尼 然后另外一个是米饭类的食物 所以他们就是纯粹自己在做 做好吃这样子 对 那个民宿老板 他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公园发 然后帮助人这样子 所以你们两个就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省了一些这个助手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吧 对 他们的街友跟我们的街友 不是太一样的 不大一样 真的 感觉好像还 还蛮正常的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的街友这样 对 然后另外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个好羡慕喔 可以抱海豚耶 还是你们其实是要跟帅哥照相 不是 这是朋友 这是朋友 这是一起的 对 那其实这是我们就是打工的 算是一项福利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曼哈密打工 对 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打工 我们是在一个度假村 那它那个度假村 其实就是让人家可以在里面有很多设施 这样子可以泛舟 所以这个海豚是其中一项设施 对 那其实顾客都是每项都要付费 每一项大概都要50到100美金 不同的项子 比如说你要坐船出去看夕阳 或者是你要去滑独木轴 所以一般的游客也可以跟海豚玩 都可以 但是要付费 对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是员工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免费 所以就趁机享用了很多游客的福利 蛮好的福利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应该是你们去游乐园玩吗 对 那是我们去奥兰多迪士尼 胡迪警长 对 然后我们想说要住他们的饭店 他们饭店应该不便宜 我们选了最便宜的 就是他们里面 因为奥兰多迪真的很大 它有各种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最便宜的 想说没关系 反正就是住迪士尼 因为他有包 他就是早上可以直接坐接驳车 进圆区 那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比较省时间 因为你从外面进去的话 你可能还要多花交通跟 就是钱跟时间 所以就直接 所以你们还是算过对不对 对 我们算过 然后就一住 欸 竟然是玩 就是玩具总动员安迪的房间 然后就觉得自己赚到了 对 所以其实真的好可爱 真的马经理会去住 这种类似的主题式的饭店 我还蛮喜欢挑这种 比较特别的主题式的这种饭店 因为说实在话 就是五星级饭店 全世界都长得很像 对 跟这种不一样 对 所以 以其花那样子的钱 不如去找一些 当地比较有一些特色的 好像柏林有一个饭店很有趣 它每个房间是不同的主题 有的是像 把你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睡觉的 还有睡在棺材里面的 它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就是有一种吸血鬼的感觉 对 然后有的是像 类似像医院的布置这样 让你睡在病床上的 对 就是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感觉蛮触眉头的 其实它外观其实不是很忌讳 就是所以 可是 当然也会有一些 很不一样的设备 比如说像什么 全部都是镜子的啦 对 这一类的主题式的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对 它其实蛮值得的 那这个优势在哪里啊 这是在Vegas 听说你们免费被升等 为什么有这么好事 对 因为在Vegas 他们有流行一个三明治技巧 就是你订了房之后 然后你要去check in的时候 我们都要给他护照 还有你刷的信用卡嘛 然后有些人就会在里面 中间夹20块美金 然后你就给他 就问他说 有免费的升等吗 然后那个服务人 就把20块偷偷收起来 然后说有 帮你升等什么房间 然后我们就很想试 因为网路上就是 蛮多饭店 都有就是有成功的经验 然后我们想试 可是我们就很担心 就是20块 就白白都费20块 不然他收走又不给我 所以怎么办 然后我就还是很厚 我脸皮说 那就不付20块 然后说有免费升等吗 然后他就说 有喔 帮你免费升等 什么什么房心 所以你20块也没付 也没付 然后又升等 就是脸皮比较厚啦 所以就免费 所以真的就免费升等到很赞的房间吗 比别人的房型还要大 喔 所以这样你有没有去算过 这样差价你赚了多少钱 差价 一个晚上差20块美金 喔 这样你省了20块 然后又赚20块 所以你赚40块 对 而且我们住两晚 住两晚 挺不错的耶 所以呢 其实大家 这个到国外去 都还蛮多 这个很丰富的经验 对不对 像两位还甚至出了一本书 厚厚的一本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玩 对 对不对 就是一些你们的邮寄了 对不对 那听说你也要出书啊 现在正在写当中 对啊 可是资料庞大 照片只有10万张 其实出国外 你们都会随时记录 是不是 就是除了照片之外 我每天都写日记 每天都写日记 即是上传云端 防止资料回顺 对 很聪明 照片没办法 照片容量太大 要保存好 带笔记型电脑的重要性 对 甚至你可能还要再带一个行动硬碟 对 我也带行动硬碟 对 可是你就那一包 这样不会好重吗 小笔电很轻 500克而已 对 所以OK 那马基你会怎么建议 如果是也是一般的 想要出国玩的 如果说长天期 是不是就带一个笔记型电脑 方便上网什么的 对 就是如果像他们这种时间是比较长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说带笔电比较方便 对 因为包括有一些booking的东西 你还是必须要用笔电的方式去输入 会比较方便 因为不见得你住的地方都会提供电脑给你 而且他的电脑可能也没有中文可以让你输入之类的 对 但是如果说是以短时间来讲的话 那现在的平板电脑可能 如果说你并没有所谓就是要储存资料啦 照片啦 或是这样 可能它是边走边订好的的话 所以这还好对不对 那其实小平板电脑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对 因为它毕竟它占的空间跟充电 比较轻薄短小一点这样 对 不过听说艾米跟The Amber 你们两个在国外差一点被骗啊 对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我们上个月去新加坡 然后因为就是会换钱的话 就是到当地换 其实汇率会比台湾更好 那我们就准备了钱 然后去当地换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间就是印度人开的 其实我们本来有要去另外一间 可是它太早了 还没开 那我们就想说 那就是旁边这一间印度人换的 然后因为换的汇率 就是说台币换新币 我们在台湾可能是乘以24 对 然后那边换成台币 然后汇率又不一样了 然后因为我不擅长 就是金钱的部分都是它在规划的 然后我们就说这样对吗 然后他说对 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他 然后我就说那就帮我换 然后换完之后 那印度人都不讲话哦 然后换完之后 朋友就说 你这样算对吗 你看你这样这样这样 不然我被骗了大概四五千块吧 台币啊 对 所以就我按错了 所以就我按错了 我就是 就当下觉得 他讲那么多 那应该是对的 所以你真的损失了吗 没有没有 然后我突然马上就跟他要回来啊 然后他就又把钱还给我 我们是还好 对 真的 所以你看你 是不是伤脑机 那听说看你在国外 好像因为食物不太适应 你还瘦好多 其实中南美洲看中东 有些地方 他们可能营业时间六七年打烊的 那可能你想找吃的都没吃的 就变成是你有钱找不到东西吃 真的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些食物 看起来不好吃 你不会想要吃 就因为你会挑嘴 对 对 然后又没有卖泡面 又不像7-7这样子 想说隔天等早上营业再去吃好了 所以你就整个晚上饿肚子 对啊 可是通常我包包会准备一些饼干啊 因为我还在吃零食 比如说超市看它便宜食 我会先买好几天的分量 对 因为我就怕有些 比如说下个城市猛的营业时间 你就像他会买好多品客 对 先买起来 常常好几次是有钱找不到东西吃 所以其实就是 马基就是 其实是我们做 预备性的食物还是要准备一些 对 然后我先讲就是像他们这个换钱的部分 就是如果 如果说你担心说在当地会被骗这一类的话 尤其是像有一些地方 它其实真的台湾的汇率不是很好 其实我会建议是像你就可以让你的金融卡 开通所谓的国际 你在那边领 可是不是手续费好高 其实并不会 真的啊 60块左右 所以我们都误会了吗 领一次大概差不多 最便宜的甚至45块50块就有 到最贵大概也是一次70几块钱 是 但是你它用的汇率不是现金汇率 它是用集齐汇率 所以它的汇率其实是非常好的 所以会比较好一点 对是非常好的汇率 而且至少它 应该这样讲你至少不会亏钱 所以你一次领足你需要的费用以后 然后你在 这样你身上其实也不需要带到太多 因为它你不管领多少钱 手续费是一次收 是 所以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对尤其像他们这种长时间的 你不可能一口气八个月的金钱 你全部带在身上 你可以都塞在那个裤子里面 对也很奇怪 所以觉得它还是会有一个风险在 就是你带现金还是会有一个风险 所以如果像这种长时间的话 你可以就是利用这个所谓 金融卡提款的部分 到当地的ATM再去领行 蛮好的 这个开通一个简单的一个功能 在国外就很方便了 好那么这个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 要继续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个两组人 都给大家做了一些旅游上的建议 那么到底这个旅程大PK 到底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